全球史上最厉害的皇帝 一项记录无人打破 生育了八零零子女 穆莱伊斯梅尔1660年 穆莱拉西德虽已在萨拉德王朝的废墟上 建立了阿拉伯王朝 但当时摩洛哥群雄并起 大局未定 他依靠摩洛哥东北部阿拉伯部落的效忠 击败竞争对手 于1666年进入菲斯 又占领马拉喀什 并逐渐征服全国其他地区 但他在位没有多久 印度骑士经死于意外 于是他的兄弟穆莱伊斯梅尔继承王位 成了阿拉伯王朝第二任苏丹 为了确保阿拉伯王朝在摩洛哥的长治久安 抗击外来侵略 伊斯梅尔将新独运 在全国通过赎买方式 大规模集结男女黑奴 以原来拉西德的对手 伊本赫达尔的黑人军队为核心 创建了一支黑奴御用军 这些黑人成为苏丹的奴隶 没有地方势力插手 忠实可靠 苏丹还通过宗教纽带 使之更加依附于他 要求他们宣誓效忠布哈里圣训 穆莱伊斯梅尔 伊斯梅尔通过这个独特的方法 以及在南撒哈拉的定期征兵 保证了源源不断的兵源 这支黑奴御用军总人数一度曾达到15万 其中7万驻扎在麦什拉拉木 2.5万留守梅克内斯 成为苏丹本人的禁卫军 其余作为驻防军 分布在全国各要道重镇 军队伊斯梅尔 依靠由黑奴御用军 和圣战者兵团组成的庞大的军队 四处征讨获章 长期以来 摩洛哥处于欧洲殖民者 和土耳其人的加工之下 除了东面受到土耳其人 从阿尔及利亚入侵的威胁外 更严重的威胁 则来自西面的西班牙 葡萄牙 他们从15世纪以来 陆续占领了摩洛哥西北角的 丹吉尔 阿尔西拉 拉拉什和北部的修达 梅利利亚 马穆拉 皇帝收复这些师弟 是伊斯梅尔梦寐以求的心愿 极致苏丹政权共固 伊斯梅尔便重新开始了 一度中断的收复师弟运动 他依靠尤卡伊德指挥 黑奴御用军 为骨干的圣战者兵团战士 在1681年从西班牙手中收回了马穆拉 缴获大炮一百门 使他的军队在后来的战斗中如虎添翼 更加强 他养了500多匹马 并造了豪华的马舅 每天都去巡视 伊斯梅尔通过对南方的掳掠 对贸易的抽税 以及对人民的搜刮 积聚了大量的金银财宝 他的王宫大门的门栓和厨房用具 都是用纯金制成的 他生活放纵 在后宫养有500多名各种肤色和出身的妻妻 共生了525个儿子和342个女儿 这项记录空前绝后 至今无人能打破